宗徒大事录 第十九章 阿波罗在格林多的时候, 保禄走遍了高原地带后, 来到厄福所, 遇见了几个门徒, 向他们说, 你们信教的时候, 领了圣神没有? 他们回答说, 连有圣神? 我们都没有听过。 保禄说, 那么, 你们受的是什么喜? 他们说, 是若汉的喜。 保禄说, 若汉受的是悔改的喜, 他告诉百姓, 要信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 就是要信耶稣。 他们听了, 就因主耶稣之名领了喜, 保禄给他们副手, 圣神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讲各种语言, 也说先知话。 他们一共约有十二人。 保禄进了会堂, 放胆讲论, 一连三个月辩论天主之国的事, 来劝话人。 但有些人心硬不信, 在大众面前辱骂圣道, 保禄便离开他们, 把门徒分别出来, 每天在提郎诺的学校里辩论。 这事进行了两年, 以致凡住在亚西亚的人, 都听见了主的道理, 犹太人, 希腊人都有。 天主借保禄的手, 行了一些非常的歧视, 甚至有人拿去他身上的毛巾或围裙, 放在病人身上, 疾病便离开他们, 恶魔也出去了。 那时, 有几个周游的犹太驱魔者, 擅自向富有恶魔的人, 呼号主耶稣的名, 说, 我因保禄所宣讲的耶稣, 命你们出去。 有个犹太司祭长, 名叫斯盖瓦, 他的七个儿子都做这事, 恶魔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 保禄我也熟识, 可是你们是谁啊? 于是那个身负恶魔的人便扑到他们身上, 而制服了他们, 胜过了他们, 以致他们赤着身子, 带着伤, 从那屋里逃走了。 凡住在恶福所的犹太人和希腊人, 知道了这事, 就都害怕起来, 主耶稣的名字也传扬开了。 信教的人中有许多来承认, 并报告自己以往所行的事, 其中有好些曾行过巫术的人, 把书籍一起带来, 当着众人的面烧毁了。 他们估计书价, 得知供值五万银币, 这样主的道理大为发扬, 日渐兼顾。 这些事以后, 保禄决议要经过马其顿和阿哈亚 往耶路撒冷去, 说, 我在到那里以后, 也该看看罗马。 就打发他的两位助手, 蒂茂德和厄拉斯托 往马其顿去, 自己暂时留在亚西亚。 在那时候, 关于主的道起了不小的骚动, 原来有个名叫德默特留的银匠, 制造阿尔特米的银刊, 使工匠们获利不少。 他把他们和同业的工人集合起来, 说, 同仁们, 你们知道, 我们是靠这手艺发财的。 你们看见也听到, 这个保禄不仅在厄福所, 而且几乎在整个亚西亚, 劝服了许多人, 说, 人手制造的并不是神。 这不但使我们这份行业 有遭人唾弃的危险, 而且连伟大女神阿尔特米的庙 也要被视为无物, 甚至整个亚西亚 和天下所敬拜的女神的尊威 也将被消灭。 他们听了满怀怒气, 喊着说, 大灾! 劝服所人的阿尔特米! 于是满城混乱起来, 他们捉住了保禄的旅伴 马其顿人加约及阿里斯塔克 一起冲到剧场。 保禄愿意进去会见民众, 可是门徒们不让他去, 还有几位亚西亚的首长 是他的朋友, 也打发人到他那里, 劝他不要冒险到剧场去。 当时众人乱叫乱嚷, 的确是一个混乱的集会,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为了什么而聚会。 群众中有些人推举出亚历山大来, 犹太人就推他上前, 亚历山大就挥了挥手, 要想向民众分辨。 可是众人一认出他是犹太人来, 就都同声呼喊, 大灾, 厄福索人的阿尔特米! 大灾, 厄福索人的阿尔特米! 约两小时之久, 书记官使群众安静下来, 说, 厄福索人啊! 谁不知道厄福索人的城, 是伟大阿尔特米的庙, 和那从天降下的神像的看守者呢? 这些事既不能反驳, 你们就该镇静, 不要冒昧从事! 你们带来的这些人, 既不是谢圣者, 也没有出言侮辱我们的女神! 所以, 如果德莫特留和他同业的工匠, 有什么案件反对某人, 有诉讼期, 又有总督在, 他们尽可彼此对告! 但你们若还要求什么余外的事, 可以在法定的集会里解决! 关于今天的事, 我们实在有被控作乱的危险, 因为这本是无缘无故的! 我们对这事, 对这次集会, 也不能指出理由来! 他说了这些话, 才把集会遣散了。